現在進行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五條 請先讀條文 全體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平均投房薪資數額60%計算 第一項知生活今天方改一半 方由衛星福利部定資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共黨團推派的代表發言 請鍾嘉賓委員發言 在場委員先進 這條是由民眾黨所提出 他應該是跟第二條並案表決 由於第二條跟第五條連動在這裡 就較於剛剛的賴委員所指稱的 關於防疫照顧價一般跟我們剛剛要討論的 行政院版本以及民進黨修正動議當中的第三條 他的防疫補償以及防疫價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剛剛所說的防疫補償是因為人身自由受到拘束 包括照顧他的家人也同等受影響 但是這裡所稱的家庭照顧價 要照顧者他並沒有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如果是學童他是因為防疫的關係 沒有辦法到學校去 這種情況在過去發生常常可見 比如說颱風天停課不停班 那麼就衍生出可能有家長在工作 小孩在家裡而衍生出照顧的需求 我們都知道天災等等這不可測的因素 不可規則於任何人的情況之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由社會平均的來吸收 如果單獨的要僱主來吸收 這嫌有適當 要求由受僱者來吸收 這也不妥 更重要的受影響的人不只是受僱者 包括非受僱的攤販開計程車的 同樣都有同樣的困擾 只要是為人父母的 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族 不管你是不是受僱者 遇到了有這種情況 就是要面對 那因此我們在這裡並入到第三條當中 因為如果學校延期開學 這是基於防疫中心指揮官的要求的緊急處置 或是說因為和服教育部停課的規定 一般有一名或一校有兩名的情況之下 學生不能到校 這種情況 如果家長因為工作手邊必須放下 而造成他的生活困難者 我們在第三條的第五項有針對這樣子 因請假或不能工作 因請假或無法工作 致生活困難者 我們就應該要予以社會救助 所以如果從社會的公平性角度來說 不能只兼顧於不能只照顧於受僱者 對於自營作業者 對於那些必須整天靠自己的雙手打拼 才能維持虎口的 身為家長的他同樣有子女要照顧 因此立法者我們應該考慮到社會的公平性 也考慮到我們過去 既有的社會經驗的橫平性 因此對於家庭照顧價 我們這裡主張 如果是基於防疫指揮官所下達的緊急處置 而產生著 我們希望能夠援引社會救助法 對於因為無法上班無法工作 要照顧子女而失去生活寄託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 目前大概最長是14天 如果在這14天內因為沒有工作收入 而無法照顧家庭者 在我們社會救助法第四章緊急救助 都可以有兩萬元以上的緊急照顧 這裡我們希望回歸到既有的社會救助體系 來安排跟照顧所有的家長 謝謝 謝謝總委員 現在各黨團推派發言的委員 都已經發言完畢 報告委員會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既民表決 既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現在開始 好 Dian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报告议会 出席101人 赞成39人 反对62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不通过 便条不予采纳 不通过 便条不予采纳